中国大陆的河南最近发生了千年的暴雨 而且有在关注的朋友应该都有看到一些影片跟照片 郑州的地铁惨遭淹没 这景象确实非常触目惊心 中国大陆的官媒就报导说 截至7月22号的早上 已经有33人死亡 8人失踪 受灾人数超过了300万人 而且不止河南的省会郑州 其实他们的气象局在7月22号 也在发布了红色暴雨的警戒 这次扩大范围到其他城市 有新乡 安阳 鹤壁 焦座 这些城区其实都被水淹没 而且电力通讯也都中断 但现在就有检讨声音 中国大陆既然都发布了红色警戒 为什么状况还是这么惨 甚至地铁灭顶 酿成12人死亡 为什么在红色警戒之下 仍然要来营运 网友也讨论说 官媒是不是有点刻意在淡化追责 而且也没有启动任何的调查 现在在这次的灾红当中 也发现说 其实网民自救的频率非常高 他们在微信微博 都有河南暴雨互助这样的贴文 剪辑量也超过了90亿 大家都非常关心 甚至也有民众 他也是因为水灾变成 只能在屋顶等待救援 他也同样透过这样子的贴文 得到了帮助 所以很多人说现在看起来 自救比官方救还要更好